本地陽性的個案總數是1680宗 另外我們也有114宗輸入性個案 沒有新增的死亡個案 六個院舍有個案 昨天我們說過的富泰胡里安路縣 現在到這一刻總共有七個院友 以及五個工作人員受影響 其中有兩個工作人員 曾經在6月16日都去過海港酒樓 分別去吃晚飯 所以可能都是跟海港酒樓有關的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的6D班 有三個個案今日情報 他們都是沒有上學的 他們總共那班有20個學生 所以這間學校暫時的6D班 需要停止面售課堂一個星期 海港酒樓那間有多三個食客 現在總共有36個食客 還有4個緊密接觸者確診個案 威爾斯親王醫院臨床腫瀏科 男女混合病房有一名男病人 這位男病人在6月22日經檢測 確診新冠病毒呈現陽性 院方展開接觸追蹤的調查 發現同房裏有三名男病人 和兩名護士確診 醫院正在調查六宗個案的關聯 當中三名病人正接受隔離治療 其中一名病人已經出院 並且接受家居隔離 全部病人情況都穩定 兩名員工正在接受家居隔離 情況都穩定 有關的病房已經暫停接收身證 和探訪的安排 並且已經進行了徹底清潔和消毒